农村老人说,这击重动物不能打,不然会遭灾殃,还是小心胃好。 这里是大道无形,分享国学故事,欢迎订阅。 自古以来,我们对老一辈人的教会都怀着敬畏之心,可能从小就有人告诉你什么事情能做,什么不能做。 不过,严格意义上来说,我们对老祖宗留下的话也没有完全研究透彻,很多东西找不到原因,也没有科学依据,但实践却证明,真正遇到事情之后,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许就会发生。 俗话说,得好不听老人言,吃亏在眼前,对于祖上流传下来的禁忌。 大家最好还是抱着宁可信其有,不可信其无的态度。 本篇要说的主要内容,相信大家或多或少也听村里的老人说过,那就是在农村遇到一些动物的时候,不要打,如果打了,可能会影响财气、福气等。 农村老人常说的六种动物不能打,遇到后躲开就行了,那么,这六种动物都指什么,为什么打不得呢? 大家看完后就有答案了。 一,驾蛇。 关于驾蛇不能打的说法有很多,主要还是这两种。 一,蛇是亲人的化身,古书中就有记载,蛇是有灵性的。 一部分人把他当作家里的守护神,认为蛇很可能就是逝去亲人的化身,所以打不得。 二,蛇可能有毒,且反噬作用强,我们肉眼一般无法分辨出蛇是否有毒,所以大家在看见蛇时不要轻举妄动,以防碰到毒蛇无辜中毒,况且蛇这种动物极度心强,一旦打他,很可能会被记恨,最终可能会遭到反噬。 许多农村地区,条件不好,住的是老旧房屋,加上家里放有粮食,有不少老鼠,所以偶尔会有蛇出现。 农村老人说,进家里的蛇是不能打的,打了就会发生灾难。 我亲身经历过这事,我爷爷住的是老旧木房,去年七月某一天,他的灶台上出现了一条一斤多的锦蛇,爷爷吓了一大跳,让我把蛇请出去, 但是,嘴里还不停地说你是哪个,是不是来过月瓣的,很显然,爷爷把蛇认为是死去亲人的化身。 在农村流传着一种说法,蛇是很有灵性的一种动物,它是家中的守护神,如果蛇不小心闯进了家中,千万不能打,它是逝去的祖先变的,是特意回来看望子孙的,虽然蛇的外形很怪异,让人望而生畏,但是其实它也是一种异兽。 它可是捕食老鼠的能手。 二,黄鼠狼。 一提到黄鼠狼,大家可能想到的都是这句黄鼠狼给鸡拜年,不安好心,很少有人听说过不能打黄鼠狼,但这确实是事实,想必大家都知道养鸡户憎恨黄鼠狼, 可就连他们在看到黄鼠狼偷鸡时,也是能不打就不打,因为他们知道这种动物是有灵性的,古时候还有人称黄鼠狼为黄大仙,所以伤害不得。 况且,黄鼠狼的抱负心也很强,一般不会去惹它。 提到黄鼠狼,很多养鸡的农户对它恨得牙痒。 但很多农村老人认为,黄鼠狼是不能伤害的,它身上有灵性,而且抱负心也很强,很多地方都管黄鼠狼叫黄大仙,伤害了它是会有祸端的。 农村的老人喜欢称黄鼠狼为黄大仙,关于黄鼠狼的传说更是数不胜数,甚至有些地方认为黄鼠狼还有招财的作用。 可如今来看,黄鼠狼和其他动物相比,似乎并没有什么格外特别的地方,为什么偏偏是它被称为大仙了呢? 无论原因是什么,在农村遇见黄鼠狼也是不能打的。 黄鼠狼在以前的农村是一种很常见的动物。 它们闯进农家家中的事情常有发生,农村也有句俗语教,黄鼠狼给鸡拜年,没安好心。 可见黄鼠狼并不是什么让人喜爱的动物,它们闯入农户的家中,大多会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,没少给农户带来损失。 但是农村的部分老人将它视为神灵的化身,还要尊称一生黄大仙,认为它不仅可以驱赶邪碎,还能带来好运。 事实上,黄鼠狼的主食并不是鸡,而是老鼠,它们一年能杀死三四百只老鼠,从而保护粮食,不被老鼠侵害。 所以,黄鼠狼并不是偷鸡贼,而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。 自古以来,不少文人默克都把燕子当作家里的吉祥物,更有诗人为它写诗,比如旧诗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,未迎新燕入,不下就连遮,还有一句老话燕子不尽寻常家。 从这些诗句里,我们都能看出古人喜欢燕子,甚至以它的道来为荣。 燕子仿佛就是富贵的化身,一旦去了谁家,那这家人很可能就会大富大贵,所以说一般人在看见燕子时大多是欣喜的,如果能把燕子留在家里筑巢,那就最好不过了,谁要是打燕子,那不明摆着和钱财过不去吗? 在农村,燕子是一种吉祥鸟,有迁徙的习惯,每年春天,燕子会飞到村里,选择在一些人家的屋檐下作巢,抚育后代,燕子的到来寓意着吉祥,会带给屋主好运气,当然不能伤害。 春回大地,燕子也会跟着春天一起飞回各家各户的屋檐下,农民不仅不会赶走他们,还会非常欢迎他们,通常燕子会在屋檐底下筑巢,农村中调皮的孩子会喜欢戳燕子窝,这时大人就会制止他,因为燕子是吉祥鸟的象征。 寓意着紫棋东来,升官发财,如果戳坏了燕子窝,燕子就再也不会来这一户人家中筑巢,还有一种说法是,燕子是一鸟,可以驱赶家中的蚊虫,是人类的好朋友。 四,壁虎 在农村,壁虎也算是家家户户的常客了,这种小动物悄无声息地趴在墙上,如果你不仔细看,还发现不了,虽说它个头小,不起眼,但是老人却重点告诫这种动物打不得,具体是为什么呢? 壁虎的谐音是壁虎,也就是保佑家里平平安安,躲避灾祸的意思,所以它算得上是家里的吉祥物。 一旦把它打走,就相当于把家里的保护伞打倒了,之后可能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。 壁虎的毒音跟壁虎很像,在农村,老一辈人会认为壁虎是家长的壁虎神,如果将它抓走,家里就会发生不吉利的声音,而且壁虎以蚊虫,蜘蛛和其他害虫为食,它们也是异虫的一种,对待这样的动物,当然不能追打驱赶了。 5. 喜鹊 喜鹊抱起想必大家都听过,但是看它名字里的这个喜字,大家也知道这是一种吉祥鸟,相传牛郎之女却乔乡会时。 就是无数只喜鹊搭建而成的桥,因此便有人把它当作好姻缘的象征,如果哪对情侣能同时见到喜鹊听喜鹊叫,那么它们这一段姻缘就是上天注定的,所以一旦打喜鹊就相当于打走了好姻缘,况且喜鹊也是一种神鸟,伤害了它寓意就不太好了。 6. 刺猬 黄鼠狼被古人尊称为黄仙,刺猬便是与它齐名的白仙,别看它通身是刺,老人却把它视为财富,健康的象征,相传以前的巫师大多是上了年纪的白发老太太,而刺猬通身白刺。 6. 仿佛就是巫师的化身,有刺猬在家就能够防灾防病,又因为刺猬多次便有了多才的寓意,若是农村院儿里突然进了刺猬,那一定是打不得的,打了之后寓意可能会带来疾病。 6.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,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话都是他们智慧的结晶,经过上千年的沉淀,既然能流传到我们这一代,相信也有它存在的道理。 6. 不过,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,也要相信科学,但老化也不会害咱们,大家还是要抱着敬畏之心去看待。 6. 当然,笔者不是让大家盲目相信老化,对于一些陋习和明显的错误,我们还是应该取其精华,取其糟粕,做到理性的思考,分析问题。 6. 对此,大家怎么看呢? 7. 这里是大道无形,分享国学故事,欢迎订阅。